而政治人物又是怎么想呢 国民党针对王金平的假处分案提出抗告 昨天在高院开庭审理 审判长当庭劝双方和解 以免国家内耗空转 但是马云九总统似乎态度非常的坚定 国民党的委任律师今天也表示 要看王金平是否愿意道歉 再来看后续的发展 王金平则说 一切就按照程序来走吧 高等法院26号开庭审理 王金平党籍存在抗告案 审判长最后劝马云和解 以免国家内耗空转 晚间马总统和党籍立委参训时 态度坚定地表示诉讼已经在进行 无法马上就停 27号下午 国民党委任律师前往高院补状 强调除非王金平释出善意 否则诉讼只能持续下去 如果说王金平释出善意道歉 那是不是和解有望 这个要等王金平是不是有道歉 那道歉的内容是怎么样 那再看后续的发展 我心里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和解 但目前来看已经走入法律的程序 一时半刻要停下来 车子已经发动了 可能不太容易 27号上午 王金平也表示一切依照程序走 大家一切都依照程序走 你有和解意愿吗 那现在有人以前表达这样一个立场 在野党立委则希望 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尽快落幕 马总统和王院长和解 才能有助于国家正常发展 马王双方都不愿意主动释出和解讯息 这场司法与政治之争 目前看不出平息的迹象 这起抗高案最快下周裁定 台北综合报导